一團火球炸亮天際線 煙霧向天空蔓延 以色列炮火再次指向貝魯特南郊 爆炸火光染紅夜空 里巴嫩當地時間21號深夜 遭受以色列空襲多達13次 以軍左右開工等白天 接續地面行動 貝魯特南郊兩家醫院被轟炸 至少4人死亡 20多人受傷 以軍聲稱已經消滅真主黨52名軍官 里巴嫩人民陷入戰亂流離失所 荒廢大樓被當作欺身之處 竟然還被自己人驅趕 以色列打擊真主黨銀行體系 並宣稱一故領導人納斯魯拉 利用醫院作為掩護 在地底下打造一座金庫 CN報道這是以色列第一次針對 利巴嫩金融機構襲擊 不外乎就是要斬斷金援 阻止真主黨行動 貝魯特南部多處金融機構被摧毀 知名不僅加沒了 連工作場所都變廢墟 混亂局勢不解反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直接飛往中東 展開停火斡旋 美國大選倒數兩週布林肯再度 通訪中東這或許是拜登政府在選前 促成停火的最後機會 TVN新聞綜合報導 情緒 控制品 尤其是 感谢观看